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践命里面有这样的一条诫命说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很多基督徒因为这句话就反思自己的现在的生活 认为现在我所遭受到的很多不好的一些事情 是因为我的祖先们 我的祖辈们犯下了这样的罪 造成了这样的咒诅 所以遗传到了我的身上 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需要去正确的明白圣经 今天《以西节书》里面也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愿上帝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 我们也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以西节书十八章 一到二十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 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阴游 看啊 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他必死亡 人若是公义 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吃过记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临舍的妻 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 未曾亏妇人 乃将欠债之人的档头还给他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缩手不做罪孽 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 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 必定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若生一个儿子 做强盗 是留人写的 不行以上所说之善 反行其中之恶 乃在山上吃过既偶像之物 并玷污临舍的妻 恢复困苦和穷乏的人 抢夺人的物 未曾将荡头还给人 仰望偶像 并行可赠的事 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这人岂能存活呢 他必不能存活 他行这一切可赠的事 必要死亡 他的罪 必归到他身上 他若生一个儿子 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 便惧怕 不照样去做 未曾在山上 吃过既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 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临舍的妻 未曾亏负人 未曾取人的荡头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缩手不害贫穷人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他顺从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例 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 定要存活 至于他父亲 因为欺人太甚 抢夺弟兄 在本国的名中行不善 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们还说 儿子为何不担当 父亲的罪孽呢 儿子行正直于合理的事 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 他必定存活 唯有犯罪的 他必死亡 儿子必不担当 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不担当 儿子的罪孽 义人的上国必归自己 恶人的恶报 也必归自己 今天的经文是 以西节书 十八章一到二十节 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四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们在以色列地 怎么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主耶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 为父的怎样属我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在这里 以西节告诫他的犹大 告诫上帝的百姓 犹大百姓说 曾经他们说了这样的一句俗语 这句俗语是什么样的一句俗语呢 就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现在被巴比伦帝国所努掠了 我们现在经历了亡国之灾 这样的我们受到了这样的审判 是因为我们的父辈犯罪了 是因为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祖先做了不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遭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他们根据实戒的律法 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这里记载到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约华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这是第一个原因 所以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思想 认为现在我经历的苦难 是因为我的父辈们犯下了严重的罪 第二是根据先知们的教导 有很多先知们都在谴责神的百姓 他们不遵守圣约 上帝拆了他的仆人来说 你们现在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像你们的父辈一样 就像那些硬着 镜向着你们的父辈一样 毁坏我的约定 废弃我的约定 因此因为这两种思想 使得被弩之后的犹大百姓 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产生了 这样的一句俗话 他们认为 现在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们的父辈 然而 然而事实上 这种思想 也是对自己罪的一种开脱 和一种罪的一种借口 他们认为上帝的审判是不公平的 因为什么 他们的遭遇 跟他们自己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们父辈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 上帝借着先知 要告诉他们 不是这样的 上帝告诉他们说 倘若儿子如出一辙的 犯父亲所犯的罪 且不思悔改 也必要受到审判 因此先知 以西节在这里 告诉犹大说 只要犯罪的 就避之灭亡 现在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通过这些经文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是否也像犹大 犹大百姓一样 像他们一样 为自己的过错 为自己的罪 去找借口 去开脱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 需要去找各样的借口 从而使得我们 能够开脱自己的罪 从而使得我们不去 直接面对我们的问题 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找借口很容易 但是悔改 反省 却很难 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 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人做错的事情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却不会去警醒祷告 却不会去思考 他为什么做错了这样的事情 他做错这样的事情 我是否有一天 也会犯他从样的错误 从而能够为自己祷告 也为他人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不会这样做 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在神公义的面前 我们不能够找借口 不要逃避自己的过失 这样只会使得我们的问题 变得更加的复杂 相反我们要反省 我们要悔改 要正面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愿圣灵帮助大家 靠着圣灵的力量 去面对我们所处的一些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十四到第十八节 在这里圣经写道 他若生一个儿子 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 便惧怕 不照样去做 未曾在山上吃过记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灵舍的妻 未曾亏负人 未曾取人的蛋头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缩手不害贫穷人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药 他顺从我的典章 遵循我的律力 就不因父亲的罪孽 死亡定要存活 至于他父亲 因为欺人太甚 抢夺弟兄 在本国的名中行不善 他必因自己的罪孽 死亡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更加清晰的让我们看到 我们父辈的罪 跟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上帝追讨的是 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当中 如何去处理我们的信仰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儿子若以父亲的不义之举 借鉴 他借鉴了父亲的不义之举 警醒从而能够去遵守神的话语 就必得存活 相反就要避之灭亡 换句话说 就是父辈们的信仰状态 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 去导致后代们的信仰状态 即便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人 但儿子没有效仿父亲 反而犯罪 他就必要受到上帝的审判 犹大百姓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律史书的时候 可以发现犹大他们的祖先们 都是比如说大卫 犹大的开国 尽管大卫是一个虔诚的 虔诚的信徒 上帝一直非常喜悦的一个人 上帝最喜欢的一个仆人 大卫敬畏神 一心一意跟随上帝 然而大卫的后代呢 他的后代就一定是敬畏神的人吗 就一定是一心一意跟随上帝的人吗 其实不其实不是其实从所罗门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就沦入到了拜偶像的环境当中 所以他们后代也出现了一些君王 一些君王他是拜偶像的 一些君王相反又是回归到上帝的律法当中的 就这样的不停的更替交错的这样的历史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父妹们对我们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原因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个人信仰和自己的父母和环境 其实没有太多的必然的联系 信仰是我们自己和上帝的事情 信仰需要我们自我的努力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环境 只不过是给予我们一个较好的平台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容易的去获得成功 但真正需要努力的是我们自己 有的父母他们并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的儿女们却是尽钱的上帝的仆人 有的孩子是母胎信仰 就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 自己的父母甚至也是生殖人员 但是儿女不一定是尽钱的后代 儿女不一定是虔诚的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把自己的信仰不好 归咎于自己的环境 这个环境不好 这里的教会不好 所以我的信仰不好 这是正常的事情 这也不对 环境不能够决定我们的信仰 我们想象一下 在西方世界 西方国家里面 西方发达国家 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国家 今天的欧洲 今天的美洲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好的地方里面 就一定能够产生尽钱的基督徒吗 清教徒的后代 就一定是清教徒吗 不一定 那些落后的非洲国家 就一定没有优秀的基督徒吗 不是这样的 信仰需要我们个人的努力 信仰需要我们自己直接去面对上帝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愿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为了奔走天路这条旅程的时候 附上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要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主你的话语 能够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仰生活需要我们自己付上努力 我们的信仰生活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上帝 主要我们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谨记主你的话语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 我们以上的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